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迭代关键是怎么来的呢 表达成二进字以后 我们把禅数项C0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剩下的项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2 请注意它的表达方式 也就是说这个函数F 它前面这些数字是表示它的细数 从禅数项开始表示细数 后面那个数L减1 是表示它的像素 这种迭代一直可以迭代下去 我们注意到最后的两个迭代数 也就是说最高次项 写成2的次方的最高次 一个是FCL减1 等于CL减1就等于1 请大家注意 因为我们是计算X的C次方 所以X等于F的CL减1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计为Z 那么在把Z再往下算 跌下的时候 也就是FCL减2 CL减1 2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们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个是CL减2等于1 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算了一个平方 后面还有一个X 如果这个CL减2等于0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只有一个X的平方 这个X我们把X经过FCL减1 计算以后 我们把它计成这个Z Z往下印算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情况 它是一个计算平方 成了一个X 还有它本身就是平方 根据这个我们就可以写出一个算法 叫平方乘法算法 首先把1输入Z 对I从L减1到0 下面是分成两种情况 也就是说如果CI等于1 Z平方XX找到下一个计算 如果这个CI等于0 那就直接把Z平方找到下一步的Z 最后再回回这个Z 我们通过这个例子来看看 比如说这个X是9726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明文 怎么加密 这个C呢 3533就是我们的公钥 鲍宝宝的公钥 11413就是N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计算X的C之方 也就是说别人给鲍宝发送加密的密文 比如这个C 我们是这么表达的 从11到0开始 每一段的这个系数呢都出来了 第二栏 第一步 我们知道1的平方 因为C的11等于1 所以1的平方乘9726得到9726 这个数字呢 转到下一步 按照刚才我们的算法呢 因为数字C10也是等于1 所以它就是9726的平方 再乘上9726 然后再把它摸了N以后 得到2659 到第三含的时候 请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C9是等于0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计算 2659的平方 等于5634摸N 到了第四含的时候 请注意 这个时候呢 C8等于1 这个时候 5634的平方 再乘上9726 以下都是类似的 大家请看最下一含 我们就得到了5761 也就是我们的密文 以上是第三个知识点 谢谢大家